作稳晶圆代工龙头宝座 台积电研发不停歇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股价占上312元 今年研发费持续成长 估计超过900亿台币 研发组织人数也增加到6534人 先进制程技术发展 傲视全球半导体 N4我们现在已经跟客户在谈生意了 那我想Ramp的话 大概我们二零二 今年是N5的Ramp 然后开始Ramp 大量大概是明年 二零二一年 那二零二二年就是N5P 二零二三年就大量的N4 股东会上透露在五奈米与三奈米制程间 将会有四奈米节点的开发 维持领先的关键还有专利申请 台积电去年申请6500件专利 连续四年居全国第一 在美国的专利获准率更高达99% 只要台积电保持全球第一 中美一定会抢着药 这不是坏事情 而且美国需要台积电 做高端的军事国防产品 另一个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就是人才不断层 台积电离职率不到5% 比公司预期的还低 因为福利与薪资水平 在台湾业界有前10%水准 全球员工总体薪酬的中位数 约为163万元 连菜鸟工程师也有年薪31个月 而且年年加薪 成为求职者眼中的幸福企业 三天新闻中文报道